未來十年的科技發展會如何呢? 人工智能會不會令所有工種接賣? 更甚者,最終會不會令人類滅亡呢? 2016年時,人工智能已經做了全球最強的危企高手 這件事當時是很轟動的 AI走的旗,是連玩了大半世圍棋的專業高手都看不明白 那是非常驚訝的動作 這是非常驚訝的動作 這是非常驚訝的動作 而為了徹底粉碎我們的自尊心 這間公司是再發明多一隻AI 就打低了之前打低我們的AI 狂數100比0 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這條片首先我們會重溫一下 現今的人工智能去到什麼階段 當AI變成完全體的時候又會如何呢? 短期未來應用的可能性 還有一些潛在的道德問題 還有一些我的看法 我只不是想人都有時間看書 所以交給我這些行人和大家選法 這本你們選擇的 是連他都說 這個行人 Elon Musk是神 他說話你沒人不信 人工智能是什麼呢? 可以去到幾近呢? 最後會不會看到有很多殺手機械人 拿著雷射槍 周圍射這些恐怖的情境呢? 傻了 AI殺人一定要雷射槍 蜜蜂、機動狗都可以 給你一些幻想力 我不怪你 我也是一跳就跳去想一些最末日的個案 因為人老是這樣的 生成的 問這些問題是好的 但最好就是先有個框架 AI有分兩種 一種強、一種弱 弱就是代表在限制的領域下 就像Siri、Face ID 那如果你下命令 要他在某個遊戲中爆分數 麻煩你 他就只會做這件事 單一目標 其他人是不會理會的 所謂的弱 是一點都不弱 是不止Atari的所有遊戲和圍棋 StarCraft、Dota這些 幾年前都已經征服了 And that is GG Game Over OpenAI Taking Game 2 Taking the Series 2 看來不用太久 人類都會退出遊戲界 Game Over 人工智能是很先進 但他會不會做Meme 我們人勞比人工智能更聰明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的思想夠闊 更通用 不過人工智能現在已經邁向 通用這個目標進發 也就是AGI 而當AGI可以提升到 跟人類同等級的通用化 這個就是最終目標 有些專家說 五至幾十年不等就會出現 也有些說永遠都不會出現 但如果跟人類同級的AGI 真的成真的話 大部分專家都認為 一場智慧大爆發在所難免 智慧大爆發 即是到時AI已經不再需要 我們的人頭諸老了 可以不停自我更新 智商會遠超所有人類加起來 最終變成超人工智能 Super Intelligence 這本書就不是預言 它只是列出現階段不能排除的可能性 以現時的人工智能 短期內有什麼影響呢? 自駕車輛都是可見未來 用人工智能買賣股票 大把公司已經在用了 AI醫生都是指日可待的事 自動化是有助減低我們日常的壓力 和可以令到我們物質上更加豐富 但如果AI什麼都做得好過我們 還要比我們便宜 那我們會不會找不到工作呢? 會不會從此我們是沒有了存在價值呢? 常常在說自動化時代會沒有工作 電腦革命時的人都是這樣說的 到時自然有些新的工種 我和我的朋友私底下都有討論過這個可能性 但作者是用實證去否決這種說法 因為原來今時今日絕大部分的工作 100年前已經存在了 即是如果我們要將所有工作崗位 以提供的職位數量去順序的話 是要去到第21位才看到屬於這個世紀的新工種 而它只是佔美國就業市場的不夠1% 換句話說 我們只是集體動去更高的工種 嚴格來說是集體調查 那我們還可以給一些什麼職業規劃的意見 給年輕人一輩呢? 從事一些現階段的機器還是很廢的工作 問自己幾個問題 接下來你想做的工作是否需要靠建立社交的呢? 需不需要用創意來解決某些問題呢? 是否一個不穩定或者不能如期的工作環境呢? 你越多問題可以回答yes呢? 那一行就越安全的 理論上吧 我不知道 歌手 要見人 要有創意 又是非常不穩定 我也不知道 有些什麼呢? 大家不如留言告訴我 你想到什麼了 人工智能在法律上又有什麼角色呢? 作者他就提出了機械法官 歷史上其實很多是基於膚色、性別、宗教歧視的誤判個案 如果我們可以把機器法官大人的程式設計到完全透明 對人人平等也沒有認知偏差 還有什麼人性的缺陷呢? 沒有任何法官是可以完全清楚記得 由專利以至到謀殺的案件的所有法律知識 或者所有的案例 不夠時間研究案件 都是一大問題來的 機械法官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沒有時間? Copy and Paste 多幾個出來 是軟件來的 埃莎尼亞這個國家 其實已經開始了用AI法官來處理小握錢債案 它還有無限記憶和學習能力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法官 你以為自動化燒不到你那一答嗎?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那機械法官又可以有什麼缺點呢? 如果法官大人被人Hack了那怎麼辦? 又或者如果他發現 囚犯的重犯率是跟某個性別或者種族統計學上有關聯呢? 那他算不算是一個大有種族歧視或者性別歧視的法官呢? 面對盛行的cancel culture 那這個反而就不難解決的 按個按鈕你就cancel了它了 軍事方面又可以怎樣呢? 有人說核彈是令到大型戰爭消失的主因 因為後果太不含思想了 如果是這個邏輯的話 那我們應不應該給多些國家去製造更加恐怖的人工智能武器呢? 那就可以永久度戰爭咯 大家都不敢興趣妄動 那就是世界和平咯 也有一派人認為戰爭是無可避免的 不論你做些什麼都好 嗯 那我們應不應該製造更多聰明的智能武器 令到戰爭更加人道呢? 即是如果未來戰爭只是機器對機器 那豈不是人命傷亡咯? 只是這些問題都會想死人了 那片場關係我不能夠把所有應用的可能性全部列出來 因為我也想分享一下 當超人工智能的世界出現了 又有些什麼可能性呢? 用在監控上又怎麼看呢? 監控其實已經不是新鮮事了 有些是明顯一些的 或者是比較隱藏的版本 你自己選擇了 那基本上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你整不整理都好 但是超人工智能就可以將監控變成實時 監控兼分析 例如什麼呢? 譬如電郵啊 電話啊 短訊啊 監測鏡頭啊 信用卡紀錄啊 將會無間斷被監控不得止 它可以不斷分析你的網上行為 那地球上每個人在想什麼? 做什麼? 你準備想什麼? 準備做什麼? 它是知道更早過你 那這種全資的科技出現了之後 會造成一個什麼的社會呢? 那應該由誰去掌控呢? 如果金正恩在控制台中 你又怎麼看? AI要翹起人類 未必一定是有人心懷不軌的 它誤解你都可以的 如果AI有一個目標 而人類正在走路上 它會破壞人類的事 無法考慮 沒有痛苦的感覺 就像如果我們建造一路 而人類正在走路上 我們不恨人類 我們只是建造一路 所以就好人類 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在人類程度的AGI實現之前 就要決定好了 那超人工智能會扮演什麼角色呢? 它會不會有意識呢? 我們有沒有能力可以控制到它? 還是它會除代我們? 作者就提出了十幾種 End Game 出來 這些不是看得多科幻片的人說的分析 而是真的在AI這一範 走得最前的一班科學家 雖然很多都聽起來好像很科幻 但是老實說 你試一下回到以前跟蘇格拉底說 有一天我們都會坐在一張椅子上 然後在天空飛 而且一邊飛 我們還可以一邊投訴食物有多難吃 某程度上 我們已經是希臘神話了 如果你對AI這個題目有興趣 都可以看這本 Super Intelligence 最後評分 這本我給它四副眼鏡 各位書凱子 如果有興趣想投票下一集的內容的話 記得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跟著訂閱我Youtube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鈴鈴 最後想問大家 你認為短期內有什麼工作 是十年內都應該未被取代的呢? 一起想想 下星期見 images 時筆 字幕僵 bild arrow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